今天咱们来看一下五味俱全的英语 by the way 顺便问一下 它还可以缩写成by the way 去 每句话的首字母就可以了 by the way, how old are you? 顺便问一下你多大了 第二个 on the way 用on这个介词 在什么什么的路上 I bought a pen on the way to school 我去学校的路上买了支钢笔 on the way 看后面用介词to 去什么什么的路上 on the way to school 第三个 in the way 你想想就是in 一般道路是在表面用on 那么用in的时候就要知道 它是挡路妨碍的意思 就是一个隐身的意义了 your bike is in the way 你的自行车挡到了 挡出路了 然后再看这里 in this way 那么这个way 这时候就不仅仅代表的是道路了 前面的way 都是有点像道路的意思 这里就是方式方法的意思 用这种方法 以这种方法 in this way only this way can you do it well 只有用这种方式 你才能够把它给做好 那么下面这个in a way也是类似的 这里的way也是方法 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意思 某种程度上来说in a way yes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 或者说通过一种方式 你可以用in a way 就是通过某种方式 所以这里的way就不是具体的这种道路了 所以你看way它有几种意思 一个是具体的指道路 第二个是方式方法 第三个是程度 所以五味俱全 今天你学会了吗 要是你今天吃过饭了 心情又不错 能不能给老师点个赞 那